重光社区大学为了让学员和社区居民获得更多健康知识 邀请了现在正热卖的颈椎回证一书作者黄雅玲 亲自来分享书中推广的颈椎自疗操 在分享会上,作者黄雅玲透过了几个简单的动作 让在场学员体验颈椎获得舒缓后的感觉 她表示这套自疗操,躺着就能做 对于老人家来说相当适合 是什么样的动作只要花十秒钟 就能够让婆婆妈肩颈酸痛的困扰获得舒缓呢 身为广播主持人的黄雅玲 因为长期来工作压力的关系 健康出现警训 也因此开始研究如何不吃药不打针能够保养身体 而这套颈椎自疗操现在透过了书籍出版 让她可以和更多人分享恢复健康的方法 我去体会过这种痛苦 所以我决心一定要把这种 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做简单的体操动作 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把这个自我疗愈的机制启动 聪光社大主任秘书志祥表示 社大许多学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引发足 大多有腰酸被通的问题 而在某次应援机会下得知作家黄雅玲出版的颈椎回正一书 因此希望透过邀访分享 让学员和社区居民也能够亲身体验 同时也获得更多健康知识 学员朋友或者是社区的朋友 能够来体验一下这种方法 那大家很快的就可以透过这几十分钟的学习 就可以得到疗愈的效果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能够让一位专家 让一位有自身体验所得来的经验知识 因为得到生活的经验知识 也是我们社大一直强调的 不是一个套状的知识 那这样的一个知识 能够对我们居民的生活或者改善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作家黄雅玲指出 现代人常常因为姿势不良造成颈椎伤害 所以她透过简单的自我检视方法 就能够让每个人轻松知道 自己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书中也以清楚的图文来解说 而最重要的是该如何透过不复杂的动作 就能保养颈椎 并且让酸痛症状缓解 黄雅玲表示这套颈椎资料操 基本上没有年龄限制 尤其是对于年长者更加适合 年纪我们比较不担心 为什么 我们所有动作请注意 我们要求一定要躺下来做 躺下来做的时候 有的年长者说 为什么我可能六七十岁 我没办法去练瑜伽 我没办法去做有氧运动 因为我的脚啊 哎呀我这膝盖没办法呀 我不是不去啊 我好想我们都知道运动很好啊 但是我没办法使力怎么办 因为躺下来 所以每个人都一样 在分享会议上 学员们听着指示跟着做动作 黄雅玲说平时的保养 才能够确保身体健康 希望透过这本书的出版 让更多人了解颈椎健康的重要性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